2023明星涨粉数量看咖位升降 第十名虞书星涨粉274万 苍蓝绝 云之云的暴露 让他收获不少路人好感到 可惜却因为坐金人设口碑冒点 能涨粉这么多已经很难做了 第九名田西薇涨粉297万 甜美长相和我本身材的结合体 今年连续两部新剧 收视率都非常难怪 第八名虞氏涨粉314万 一部风神 真的让他一战风神 再加上他超高的温宇 半个月就涨粉100万 实力不容小觑 第七名王鹤帝涨粉319万 东方青苍一脚让他圈粉无数 实验再次让他暴露 再加上他温暖的信仰 和讨喜的人事 涨粉迅速在情理之中 第六名赵露丝涨粉355万 幽默活泼的萌妹子 今年两部新剧都还特 第五名邓为涨粉390万 涂山景温润的气质 听话的小奶狗人设非常好喜 第四名谈剑刺涨粉391万 也是被长相思待飞的意外 像有一个眼神就能让观众心疼到谷 有演技有实力能唱问题 堪称全能型艺人 第三名白鹿涨粉394万 今年三部爆本剧 虽然吐槽得多 但收视率是嘎嘎的 第二名张宋文涨粉449万 一部黄标 爆棍出圈 精湛的演技令人难以出现 第一名诚意涨粉560万 半数据就知道诚意今年是彻底翻身的 一部《莲花楼》 打破多项收视记录 2024年的常委效应来一直都很 同是欢瑞旗下艺人 诚意和人家伦的发展差距能有多大 2016年 两人还都是青云治理的小配角 2017年 《大唐农药》播出 人家伦还因此拿下文荣奖最佳男主 之后和杨子合作白蛇再次暴露 2018年人家伦 获得最具商业价值潜力来演员 而诚意还没什么武器 2019年 锦衣之下播出后 收视口碑双丰收 人家伦也因此升卡 紧接着就收到个大跨年晚会的邀请 登上春晚的舞台 这一年诚意的资源终于得到改成 出演的琉璃大宝 终于有了知名度 可也因为一场发布会 遭受了长达六个月的往后 2021年 《周生如故》播出 人家伦再次大火 华顶奖上拿下观众最喜爱十佳演员 于是欢瑞的新年海报上 人家伦是第一成立是第二 2022年 人家伦迪丽热巴合作 与君初相识和 成义杨子合作的 陈香罗谢 相继播出 两人咖位都再次上升 到了2023年 人家伦新剧 《暮色星约》播出 却没激起半点水花 可能是因为女主的原因 戴郭剧《无忧度》 又因为女主 彻底播出无望 而成义因为 《莲花楼》大宝 成功挤身顶流行列 尖叫夜上 成义已经能和杨丽 陈晓等前辈 坐在主桌 人家伦坐副桌 虽然只是座位 但差距已经很明显了 内于真正的抗拒王 第九位 迪丽热巴 虽然商业价值无人能及 可抗拒能力对比其他小花 算是垫底的存在 今年两部新剧成绩都不太理想 第八位杨丽 早年的实力有目共睹 宫廷剧仙霞剧成绩匪 她的名字就是收视宝藏 可近两年口碑迅速下滑 真的急需一部大制作证明实力 第七位赵露丝 近两年迅速飞升的九屋小花 一部新汉灿烂 直接封身 可惜后续上映的新剧 演技也是备受诟病 第六位成义 《莲花楼》播出后 稳坐2023暑假当剧王的宝座 在口碑和收视方面都非常成功 第五位白鹿 今年连续三部爆版剧 虽有争议但收视率相当型 第四位肖战 自2019年陈情令播出后 各项数据就一直遥遥领先 后续就一直尝试不同题材 挑战演技全方位发展 今年三部剧仰部爆 演技实力也备受认可 期待新剧《藏海战》的播出 第三位杨子 一向凭实力和作品说话 有演技有颜值有实力 今年一部长相思 赢妈了 第二位赵丽颖 陆珍传奇后 只要她出演的剧部不爆 一年一部代表作 罢皮女王石志明辉 最后一位狐哥 繁花一波再次证明 狐哥的抗拒实力 从先见三道伪装者 狼牙榜 再到繁花 她的实力有目共睹